来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的话最近出现了一些行情 比特币以待网 在7月24号就是这天这根K线的时候 Tony说他这一波的上涨的行情要开始了 要涨到41K 好这是Tony之前发布的Twitter Tony的Twitter现在还在这公开的 7月24号在这里发布 的BTC is going up to 41K in the near term 现在是34024 然后之后 之后看他就一路的上涨 到了41K 然后Tony说41K的时候短期就到了顶部 可能要回答了 然后开始回答了 好下面的比特币怎么走呢 Tony大概的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目前来讲的话 他在这里站住了 然后继续要向上冲 这个确实是比较强势的一种表现 但是大概率的情形他是冲不上去 就算他冲上去了之后 他还会被拉下来 这个120的均线是这么走的 他如果能够持平在这里持平的话 那就还行 就是关键是他能不能站上这个120均线 现在是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他还没有站上 在这个狭窄的区域内呢 还是做一个震荡的处理 这个其他的快线呢 是基本要跟上 如果他不能突破我这个 我所画的这个 这个地方 如果他不能突破我所画的这个地方 就是120的均线 那M120在这里 对他的还是造成一个压力 因为120的底扣架在这里 大概还是在这里 还在高位 所以说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这么长的一段区域的 这么一段时间之内呢 他这个底扣架都在一个高位 这里从这里到这里都是一个高位 所以说大概率的情形 他是突破不了这个4万块钱 所以说大概率的话 他会走出ARKK的走势 等会我们来看一下ARKK 如果你不明白我说了 就是右边 又来一个对称的盒子 他在这里又开始在这反复的震荡 大概的情形是这样 托宁又开始做这个forecast了 好ARKK ARKK当时是不是这么走的 从这里一波上来之后 是不是很像这个 现在比特币的 这么一路上涨的这么一个行情 到了这了之后呢 他就啪被pullback了 被120 你看这个120 他也是从上往下走的 被pullback了之后 他就开始在这个盒子震荡 等底扣架过了 再过的嘛 这边的底扣架快了 这边是大概再过一两个礼拜 就可以这个ARKK 就可以大概的能够摆脱这个束缚了 摆脱束缚了之后呢 ARKK说不定就开始就开始往上了 这是我说的这个成长股和ARKK股是四大指数里面 老末 他们在最后跟上也行啊 回到比特币 比特币的话第一剧本还是这个 第一剧本如果这么能够向上的话 那是最好了 这是第一剧本 第二剧本不行的话 他就是在这盘涨盘涨盘涨 盘涨 然后再四季掉头向上 第二剧本 好吧 不管怎么样 比特币现在的话 不管第一剧本第二剧本 逢低买入就对了 如果你呢 走第二剧本 你在这里买 在三万到三万 三万二的左右的时候 你就囤积一些比特币 到时候后 咱们掉头向上的时候 就开始出图的涨了 继续到托尼说的目标价位 好以太坊的话 相对的比较强势一点 以太坊 咱们就纯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啊 纯技术分析来讲的话 托尼之前是不是说过 现在形成了一个双底的 这么一个形态 通过了之后 他他站上了之后 还在继续往上走 就说明非常的强势啊 啊以太坊现在是一个买入 现在就是说可以买入 在这里是托尼已经 频道提醒过大家 在这里可以买入 如果没买的话 在这买其实也都行 反正他之后要上涨了 但这也也让我自己在考虑 如果以太坊是这么涨的话 比特币那也会 难道会走第一趋势 第一种第一种剧本 就直接的上涨 咱们还要什么以太 持续观察 以太坊呢 他最近是加了一个 应分叉 以太坊 你看 在这个 图尼把这个post 到了推特 这个叫伦敦应分叉 也叫EIP1559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说 他能让以太坊呢 更加efficient 他的network 以太坊的在区块链上 network呢 比方说transfer这个以太坊的时候 transfer各种币的时候 只要用以太坊的network 来运作的话 transfer他们这些coin 就会更加efficient 原来比方说你要花这个假设 你要花0.001个以太坊 要transfer一笔钱 现在呢就会更便宜 更加efficient 但其实这个对矿工是不好的 对这个 因为那些好多钱都是给矿工的 对吧 挖以太坊 用GPU挖以太坊的矿工来讲的话 对他们的回报就会减少 但目前来讲 看价格的走势 大家在这之前呢 Tony也很curious 他怎么影响以太币的价格 但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硬分叉做出来之后 好像是对价格 还是产生了这么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现在的价格呢 还是在不断的在往上走 也有人说呢 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反映出真实的价格 但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有利于这个以太坊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它会 这个机制引入了之后呢 它会平白无故的烧掉一些 销毁一些 这个多余的以太坊 等于是以太币 这样的话 市面流通的以太币呢 就等于啊 就是在这个改动之前 和现在和改动之前呢 来比较的话呢 就是说 比之前要少了 啊 以太币如果减少的话 那当然是会这个背后的逻辑 对吧 当然会影响这个价格的走势会升高 好最后说一下波音波音的话 这个一直在这个下行的一个平行通道里在走 但是这个最近 托尼说 他有一个触底的反弹 然后这一波拉升起来 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稍微的停留 托尼认 托尼认为呢 这一波还没有走完 所以说他还要继续上攻 啊 首先要上攻到前期的这个境线的这么一个高点 大概是240块钱左右 到时候能不能突破240块钱就是每代了 如果能够突破起来 那就等于是波音完全是实现了一个爆发 就会在这爆发起来 到我们的目标价300块钱 啊这个300块钱这个目标价还花了多长时间啊 从三月份盘整到现在也没到过 没办法 东里波音的长池的话 迟早有一天是会大的 托尼还是持有我自己的正股池仓的股票 好今天就分析到这儿啊 我们下期再见 林斗前按大目指向上给托尼点赞 支持托尼频道 谢谢 拜 请不吝点赞